这节目是我们节谈的节目 我们来看什么是大灾难 第一 打开第五个音的时候是大灾难 接开第五个音的时候 我看见祭坛底下有未省道 神的道 并会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圣洁正式的主啊 你不省盘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生流血的烟 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 又对有话对他们说 你们要安息变得等到一同做仆人 和他们的弟兄 他们的弟兄也向你们背上满足了书 所以你们大灾难是什么 大灾难不是世界的那些灾难 大灾难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 包括犹太人 包括每一个基督徒 所要面对的大灾难 圣经讲得很清楚 他说等到那个满了 就好像一个杯 要倒水 要倒风 给它满 圣经 圣地在等这个被杀的人 被耶稣寻到 为耶稣死的人 那个杯子满了 圣经就来了 我们来看这句 next 耶稣说什么 耶稣经我讲的歌 大家要讲什么 那时人要为你们陷入犯案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也要为我的命 被万民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 跌倒也要鼻子陷害 鼻子恨恶恨恨恶恶 且有好些假先知 起来 迷活多人 指应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的人 许多人的爱情渐渐忍耐 唯有忍耐到你的 必然的 就帮个部队去 一二三 唯有忍耐到你的 必然的去 这天国的呼应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过期 还道来你们看见天 先知但依所说的 那行可真 回败可真的 站在身地 那时 犹太的 叮当盘 逃到山上 在山 在房上 房上 对吗 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再便宜 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刚刚的日子 怀孕和奶孩子的有过了 你们应当祈求 叫你们逃走的 逃走的时候 不要遇见冬天 或是安息子 因为那时并有大灾难 从世界起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没有 大灾难怎么 大灾难不是讲世界 所有给所有人的灾难 这个大灾难给的就是 信徒的灾难 我们来看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